大家好,我是安逸芳 这期视频继续为大家分享 婚姻情感类的卦 施瑶代表自己 硬瑶代表对方 一般来说是以相生相合为己 这是一般来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说绝对来说呢 一般跟绝对不一样 有的卦当中它相生 你要看它是什么样的生 相合是什么样的合 生合、刻合和平合要区别这里 所以当它这个生合、平合、刻合 这三样不同的时候 那么我们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相冲相克为凶 这是肯定的一般来说 相冲相克代表两个人观点不同 三观不合 矛盾重重等等 取这个相 有时候挂中财观没有异常 但是硬瑶却有特殊反应 这个财观就代表的是用神 用神没有特殊反应 但是硬瑶非常特殊的时候 我们要以硬瑶为主来判断因缘成败 那这与刚才我们讲的 以用神与世瑶之间的关系 判断因缘成败 是不是有一点点区别呢 是有区别啊 用那种方式来判断的时候 是硬瑶没有特殊 那么这第五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是指硬瑶有特殊反应 它发动呀 或者是画出一些特殊的瑶啊 那么在因缘卦当中 六合与六冲卦呢 具有参考意义 它是参考啊 绝对不是绝对的判断吉凶的 我就断断过啊 那种六合画六合的也依旧合不了的 一般呢只论其特性 不论其吉凶 六合呢代表的是现状会一直啊 维持一段时间 还有持续的意思 那么六冲呢就是代表 我目前的现状呢会有改变 最终会有改变 还有一些卦呢 20%的卦呢 是不是以正常的裁官为用神 这种卦呢就比较难度大了啊 是要推导出来的 这个属于呢客观取用法 那这个呢 我们在高级课程的相法内容呢 会讲到 好这个卦呢 我们来看 侧女侧与男友是否有缘分 那这里大家按下暂停 看右侧的五个问题 然后一边断卦呢 一边看右侧的五个问题 把它回答出来啊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卦 官轨无火啊 代表的是男友 卦中官轨两线 越见上呢是越破 这个官轨是越破 日程上呢不作用 所以这个四火呢 是越见相克 日程上不作用 所以这两个官轨 是不是都是啊 衰败啊 所以其实以这个官轨 就能看出来两个人啊 已经没有什么缘分了 对吧 那还要看一下应谣 这个应谣呢 非常特殊 画退神啊 而且发动 发动它在这里画退啊 在这代表什么含义呢 画退啊 代表的意思是 它最终会退出这段感情 应谣上谣呢 本来就是退位 所以呢 它代表会退出这段感情的意思 而且这个虚土啊 在跟这个五火四火之间 有一层关系叫什么 它是火的库啊 木了火的库 那再画退 同时呢 还有一层含义 就是你当你把太极点 放在这个应谣的时候啊 它代表官轨 男友的时候 那么这个他是不是目了他自己的原神 然后画退啊 把自己的想法目到自己库里的人 是不是一种 而且这个官轨 原神还临玄武还跃破 这个人是不是啊 臣服比较深呀 心机比较重的这么一个人 可以看出来 对啊 因为玄武就代表这些手段呀 什么的 目了自己的一个跃破的原神 而且还画退 就是你这个想法 不想告诉别人啊 心里想一种 嘴上说一套的这样的人啊 因为他这个虚土还淋得朱雀嘛 又被日成冲啊 这几个像合起来呢 断这个他这个男友呢 是这样一种人啊 那么这个六合呢 代表什么 他就是他想画退啊 他还不明的告诉你 他还不明说 他发动呢 还有一层关系 他是来干嘛 合适摇 对不对 你就知道这样子的人呢 他是 他是什么合呢 他是平和 所以平和啊 是对这个适摇 他有没有帮助呢 没有什么帮助 他在这呢 还起一个把这个适摇 给绊住的意思 我呢 内心想画退 我不想跟你来往 但是呢 我还想拖着你 让你感觉我是一个 比较好的人 啊 这种就叫表表面面的 这么样一个人 这个卯木 他在这里是什么 最起码在月间上 是相生啊 所以说这个适摇呢 他在三摇 这个摇位上 所以说他的性格呢 相对来说 林白虎 还属于外相型的啊 那这个虚土就不好说了啊 他的原神 又临玄武 找到这么样一个男友 所以他们这种现状啊 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但是呢 还不愿意说出来 还要来平和 这种关系呢 肯定是维持不长久的啊 所以最终的反馈是 挂主说啊 他自己也知道 早晚要分手 就是一些 过面子上 大家都不愿意挑明而已 那他自己知道要分手 还有一个点在哪里呢 这个应谣寻空 是不是啊 我们讲 因缘挂当中的寻空啊 它代表的是啊 没有诚意的意思 你寻空还化退身 你还要发动来 空的来和我 你都没有心啊 你不带着心来和我 你寻空来和我 你和我 你想干嘛呀 所以这种和啊 就是说别有用心啊 表表面面的 所以这样的缘分啊 肯定是啊 没法维持下去的 好 今天的内容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